Syne.com 下單吧 香港人網大達地 Gigo City 團購網呈現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Zero 為大家介紹優惠 作為一個對生活有品味的人 是對生活細節有所要求 小魚一杯每日都喝的咖啡 都一定不可以馬虎 第2位 如果你好像我Zero一樣 這麼有品味 以下的優惠就不可以錯過了 由Best Drink推出的100% 在荷蘭製造的ICS特龍咖啡豆 加經典磨豆機套裝 ICS特龍咖啡豆 全部都是新鮮烘培 泡製出來的咖啡 香醇又滑醇 還有ISO國際品質保證 原價413元 現在團購157元 就可以在家裡或辦公室 都享受到 比美專業咖啡廳衝出來的咖啡 作為一個生活有品味的人 這個優惠 你不可以錯過了 每天買東西便宜一點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網 是由香港人網大大地 Gigo City團購網贊助播出 我會有問題 有問題 困擾了很多年 Tina說她有答案 各位聽眾有沒有留意到 冬天是要靚仔或者靚女 這件事我從小學說 我已經留意到 因為冷縮熱漲的關係 冬天的時候 毛孔會收縮 自然皮膚看上去 會白和滑 輪廓會收緊 如果我相信Tina 我是不是有多個問題 五個一夜情 一切 星期一至四晚十點 五個一夜情 早就禁愛 早朝天下 好 現在回來早朝天下 講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講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這張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最重要的訊息 一直都忘記了 經常在說 投票、特首選舉 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社會運動不忘賺食 最重要的是 小弟的金錢絲 卷一 出了新版本 新的封面版本 當然是載版 這就是賣廣告的時間 為什麼賣廣告呢 因為有一個活動 就是大家 像這張照片一樣 買了書之後 這本書在書局拍的 就不合格的 買了書之後 然後把你買了書的照片 貼上去金錢絲Facebook的專頁 這個是Facebook的遊戲 貼上去Facebook的專頁 這樣我們就會邀請你出席 一個金錢絲的聚會 收回照片 大家都認得封面 就看到葉森在封面 卷五是正在寫的 大家爪案無錯 跟普選一樣 總有一天會實現 這個卷一為什麼重要呢 其實內容也一樣 買了的就沒必要買過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那個封面 那天去射箭 也有網友特意買多一本 是的 買多一本 送禮自用 也是佳品來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個是入場券 入場券是什麼呢 就是3月5日晚 3月5日晚 我有個金錢絲的聚會 這個聚會很重要 當然我現在不會告訴你 那個聚會是商討什麼 但是當然是商討大事的聚會 明白 這是一個商討改變歷史的事件 這件事將會改變歷史 改變很多人的一生 我和林匡正有沒有去的 那你們 要買書嗎 都要 讓我想一下 驗證一下你們的誠信 當然是一個秘密的會議 這個秘密的會議就是 你要買書 拍照 貼上金錢絲的專頁 這樣就會有專人聯絡你 那個專人當然是Darling 他忙著拍攝 這個是秘密的會議 這個秘密的會議就是 不會告訴大家 不會公佈叫大家參與 你貼上了 我們就會有人聯絡你 篩選過之後 覺得你也可以參與這個會議 就會邀請你們參與這個會議 主要是看樣子 不是看很多東西 這個是一個改變世界的會議 所以大家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又不會叫大家踴躍參與 考慮一下 但是 不參與你會錯過很多東西 我只能這樣說 好了 賣完廣告 賣完廣告就講另一個 這個有人說 為何會在這個時候說 就是為了轉移我們的視線 但是我們看的事情不要太負面 也不要太陰謀想 像曾蔭權所說的 因為這件事之前已經說過 也透過風聲說要說 但是那天他就接受了訪問 就是禿英 曾偉雄 禿英跟譚志遠一樣 這些人都是無法無天的 跟我的司法獨立差很遠 明白明白 這些人都是無法無天 這些無法無天的人 現在就在搞一個 辱警罪 簡單說辱警罪是什麼意思 那天他接受訪問的意思是 因為現在每天很多香港的警察 都受到侮辱 例如抄牛肝 或者各樣的小型爭執 例如昨天有人排這些加咖啡 又去跟他吵 他用這個理由 就是要保護那些執法人員的 專員免受傷害 所以就要做一個辱警罪 防止在執法的時候 被那些所謂的搞事的人 去侮辱他 就是保護警方那邊 那個是無線做的 對 無線特意邀請他做的 無線做的 大家有沒有看 那個專訪是 方潔然臨走之前做的 方潔然現在走了 方潔然那天就訪問他 也是跟曾蔭權的專訪一樣 也是搞好稿 然後夾完之後 還要播個個案 播出一條片 他好像說到 主要是針對交通事件的爭執 然後就播了那個 拿剪刀出來的 他拿剪刀出來 他不讓你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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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抓他去阻差辦公 為何要有這條辱警罪呢 辱警罪的意思是 警察覺得有人罵你 不安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條罪去告他 你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最害怕的是 如果他襲擊你 他襲擊你本身是罪 他襲擊你就不會用你 襲擊任何人都是罪 他不配合你調查 他影響你的調查進度 你現在有條罪叫做阻差辦公 為何有了阻差辦公 還要搞這條罪 辱警罪呢 他不安就可以了 他不安就可以了 Happy New Year 那些一定算 那個襲警 那些襲擊 問題是 我們現在一般來說 大家聽說這節目有很多髒話 說髒話來說 在街上說髒話 例如我無端罵你 說髒話 侮辱你 我很大聲地喝你 你可以告我普通襲擊罪 有些地方港鐵說髒話 是犯法 觸犯他的條例 但一般來說 如果在爭拗的情況下 例如我跟林康正在喊交 我無緣無故說 林康正在喊什麼 林家產 那些不安 然後你告上法庭 是不犯法的 正在爭拗 在喊交當然會說髒話 很合理 在喊交當然會侮辱你 但是 說回警察的案件 我不跟你說示威那些什麼 就算是抄牌 他覺得沒有撞 有時可能真的不是他撞的 他覺得前面是撞停 然後我撞到這條燈 你肯定是入我 那我火滾起來 那我當然有爭執 有爭拗 那是爭拗的過程 那爭拗的過程 有侮辱的語言 那是怎樣 一般市民在爭拗的過程中 有侮辱的語言 甚至粗言畏語 都不犯法 但是罵到警察就犯法 那就是你特權階級 你不能罵嗎 不能罵 不能罵 大家知道 我對於這些議題 我就很關注 譬如前繞法 網絡惡搞 網絡23條 凡是去壓制到 我們表達自由的事情 獄警罪 我是很關注 我們一定會搞行動 譬如前繞法 我們接下來會搞行動 獄警法 他現在夠膽真的拿出來 是一定會搞行動的 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你不要經常拿什麼 什麼西歐 什麼歐洲 外國籍子 人家有民主 我們是極權社會 那件事是不對等的 你有建制機器在那裡 你有炮的 你有驅控我 你有調查我的權利 大家不是站在對等的立場 而且你是作為一個整個 極權體系的一個暴力工具 認識上 其實他是極權體系的暴力工具 我不是說所有人都探納了暴力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在原理上 那個崗位就是這樣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站在完全不對等的狀況 為什麼 他會得到更多的保護呢 而且不是身體上的保護 不是人身安全的保護 而是心靈上的保護 這麼神奇 警察侮辱市民 經常都發生的 他是大權 你推一下他就襲警 現在罵一下也不行 還要大家搞清楚的狀況 那是極權社會 極權社會的標準 你就不能用開放社會的標準 經常援引西方國家有什麼例子 那個狀況彈底不同 譬如我們講前妖法的時候 我們講這個獄警法的時候 我們講網絡23條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覺得要對民眾 採取一個更寬鬆的態度 就是因為我們身處在一個 沒有公民權利 沒有普選權利 沒有民主的地方裡面 我們連管治我們的機器 我們都沒有權去選擇 沒有權去彈劾的時候 我屌你老母也不行 如果遲些警察辱警罪 可能辱什麼 公務員都不可以辱路 譬如是特首 全部問責官 又不可以辱 罵政府又要入罪 為什麼你不整個辱民罪呢 等於平時的市民也有人 警察也有人 大家都平等 你就罵一條辱民罪 如果你罵人領導不安 你就可以控告你 不是的 當然這件事是曾偉雄說出來的 曾偉雄你也知道是得罪記者 上次黑影事件 很多記者就撲出來 就一直說 你警隊 侮辱記者的侮辱都厲害 還不是黑影 還不是襲擊你 手卡住 按人家的鏡頭 其實我覺得 首先講清楚的原理 很多警務人員 我是很替警務人員 我是很替警務人員 心痛 很多人 投身警隊 都希望服務市民 都是希望保護市民 都是抱著一個 我保護社會安寧 這樣的心態 誰侮辱警察 侮辱最重要 就是這個制度 就是這個建制 就是曾偉雄這些混蛋 就是你這些禿嬰 你當警務處處長 你是直發 你考慮一下美學的問題 考慮一下形象 無法無天 好了 你要警隊成為你的政治機器 你要警隊 譬如七一 或大型集會 你對著黑社會 又不見你這樣 對著示威人士 你就落孖葉 胡椒噴霧 甚至嘔打 粗暴對待 這個 不是單單是警務人員 操守的問題 是你落打的人的問題 誰真正侮辱警務人員 就是你們落這些命令 令到他們的尊嚴 和他們的職份 大幅地降格 他們原本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行業 但因為你將它變成為政治工具 令到他們的自我認同不斷下降 你令到所有的警察人 要在美夫 拘捕 拘捕王先生 別人穿綠四T-Shot 你就拘捕他 我沒講錯 麗菁 麗菁 麗廣誠 麗廣誠 變成李克強的私人保鑣 去到港大變成公安 欺利成康 欺利成康 幾二十人包圍著兩個大學生 這些才是對警方最大的侮辱 這些才是對警察最大的侮辱 有獄警罪 第一個就是拘捕李曾偉雄 第二個就是拘捕曾蔭權 李克強也會拘捕 你們不是被這個命令 他們怎麼會降格到這樣的地步 這就是因為警民衝突 近年會這麼升溫 就是因為你把警察變成了政治的打壓工具 令到他不斷地跟示威者抗爭者去抗衡 於是才有人說 有沒有搞錯 警察 那個小孩 那個小妹 你這樣屈她的手 這樣抬她 這樣對著她噴霧 但這些命令是誰下的 令到他們形象這麼低落 受盡侮辱的罪魁禍首 原始的源頭是誰 獄警罪一出第一個 就要拘捕你禍英 大哥 不過提出獄警罪 第一個是信納公 現在是那些垃圾學者信納公 一個年社民連人民力量都分不清楚 每天都寫垃圾救市民 是我說的 就是信納公 垃圾學者 所以我看到信納公 曾禍英 尤其是方建仁然訪問她 其實我臨走 其實我自己有點生氣 我看到有些人說是新聞之花 如果真是新聞之花 你會側死她 所謂的新聞之花 只有當年90年 康澤民那位女記者 就叫做新聞之花 香港所有的新聞之花 全部只有樣子 托不行 如果你臨走 你也不折死 你叫什麼新聞之花 那就剪走了 剪走了 不過應該沒有了 這件事當然要重點關注 很多重點關注 很忙 不過她這時候拿出來 可能想引誘你視線 轉轉而視線 沒事的 因為是包藍的 打起來吧 是 完全的 馬賽 石頭 也是 從中 進去 出場